被媒体称作逃出熊口的熊麻鸡 在去年爆红 是可爱的南安台湾黑熊迷食后结交的跨物种好友 虽然两种生物是劣食关系 却有微妙情感 纵使黑熊捕食其他鸡汁 仍跟其左右 但因为黑熊放生了 熊麻鸡辗转来到了瑞芳区吉庆国小 成为孩子们新的商科伙伴 这只熊麻鸡一开始的时候 是在去年非常有名的小熊的野放机缘下 那这只鸡本来是要训练小熊吃的 那结果没想到这只鸡呢 它逃离了熊口活了下来 而且还跟这个南安小熊一起生活五个月 然后这样形影不理相随 那我们是觉得这只鸡 它有非常一个特色可以做教育的功能 那后来我们就是选定就是说 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环境教育 还有兼顾动物福利的一个场域来收容它 所以我们最后就选择了吉庆国小 熊麻鸡与黑熊的关系 展现其友善的个性 但来到吉庆国小循环农业基社 却因为身形与色与其他基支有差异而遭到排挤 在它适应的过程中 校方为此发展环境教育心理辅导课程 带领孩子同理新转学生的适应状况 班级也因友善对待新朋友 温柔抚摸着熊麻鸡的羽毛 传递出来的善意 动物都感觉得到 今天我们来到了吉庆国小 看到了这只熊麻鸡 它也是来到了我们吉庆国小 那这一些鸡群之后 因为陌生的环境 然后被孤立 所以让它产生了非常大的寂寞感 跟失落感 那所以今天我们吉庆国小 也借由熊麻鸡的故事 把它带领进去 然后让同学知道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人事物都能够让小朋友 不停地学习成长 我们把它设计一个人际关系 友谊 新同学来了怎么办 这时候呢 我融入在我们健康领域里面的一个 心理健康情绪的一个课程里面 然后我用行动句 来让小朋友体会到 我们人际关系之间的友谊 尤其当你到一个新环境进去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透过学校一个环境教育的多元课程 小朋友在一个现场的一个实际的环境 也知道如何去对待一个生命 如何来一个温柔的对待 我们旁边的政治小妈姐姐 吉庆国小位在瑞芳区四角亭 与基隆市交界附近 许多学生因搬家等因素跨区而来 在适应的过程中 从社团课后辅导的温馨陪伴 特色的环境教育与循环农业课程 体验黑水蒙科技养殖等 让新学生们感受到多元丰富的学习资源 也期望这样有爱的氛围 能继续透过学生 怕物种地将温馨感染熊麻吉 记者稍后人瑞芳采访报道